大家好,我是丁月子,欢迎收看观点新闻 新年的中假,他们只是新兴状态者 因为身体比较不方便的关系 因此往往无能力来维持明层的清晰 来影响到微信状态 这可能的发生皮肤相关的节眉 有更平衡医疗主要的欠缺 接触台北市爱田行动关怀性贯业客户 进商了几台米皮筋头小豆打塑车 来向观点六四便衣 希望透过便衣来到处的合物 为民众来提供一个清晰素食的环境 因为一次机会 听到后备接受便衣医党理聪明的健康 来发现平衡地区医疗主要是较缺 为处台北爱田行动关怀性贯协协协会 一次是来广东不款 变得观众一台米皮筋头消毒 的打塑车来向接受便衣 听到院长说需要干燥车 可以服务我们云林乡村的父老 因为在洗澡完后发现 那个入窗的状况很严重 如果有这部干燥车的话 可以让他们的那个状况会好转 那当然也是一笔费用 那我也深受感动 因为我们家也是有照顾老人这种经验 后比较是便衣标是这种室林冬家 有合作是心心中的这些 因为身体更不方便 因此是无法来进行米皮合作是枕头的清洗 因为因为环境卫生不好 只可仅饮化其他这边 现在透过这台消毒打塑车的使用 便衣可以到中部的家来做服务 它不但可以消毒、杀禁 还可以除臭、脱臭 最重要呢还可以除满 还可以把借仓都能够杀死 所以可以给我们的服务更广 那还给服务的对象 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寝寄 协会来表示这台消毒车的家庭 台幼爱450万 所以协会新闻一天一地 到处来观看台北 希望可以让大家爱心 共同结合帮作输业的相亲 那这笔钱是有很多500块的姐妹们 募出来的又1000块的 就是有力量出力量有钱出钱这样子 那经过几个月的募款 那当然最大的工程 还是我们林雪府夫人及家属们 最后的赞助 才得在让我们两个多月的时间 能够完成这部干燥车的一个任务 欢迎观看来六十五回 以上的中价已经超过中仁靠的 百分之二十形成超高龄社会 加上过有将近15万名的新生众来吃 以上身头过这次有小独车的狗处 给妇 可以为中备提供一个清晰油谷熟悉的环境 记者冠儀 丁贵族 彩虹布斗